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广州市政府和深圳市政府 今天分别通过了一个紧急的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关于在疫情发展的期间 两地的市政府就可以强制征用一些私有财产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决定是说什么的 这个决定就规定了市政府和区政府 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依法向单位或者个人 临时征用疫情防控所需的房屋 场地 交通工具以及相关的设施设备 要求相关的企业组织相应的疫情防控物资 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供给 到底有没有赔偿的呢 是有的 他就说对于这些人就是要做好登记造冊的工作 并且依法予以赔偿 能够返还的就应当及时返还 到底这个决定终止日期 即所谓的日落条款是什么时候呢 两市的人大常委就说会另行公布 当然大家听到这些条款就已经知道是相当辣了 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都不会写得那么清楚明白 就是可以依法征用单位或者个人的私有财产的 香港到底有没有相关的法例呢 其实是有的 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 香港有关控制传染病的法律条文 就写得非常辣的 这条的法律就是第599章 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 当中的第8条就说得非常清楚 如果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认为任何情况属于公共卫生紧急事态的情况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就可以为防止应付或者舒缓该公共卫生紧急事态的影响 以及为了保障公众的健康就定立规例 第三款就说到 这个规例就可以就下述的事宜定定条文 施的一项就说到 精用财产及关乎该等精用的补偿事宜 即是告诉大家 大家的私有财产或者企业的私有财产 是可以遭受到精用 以及有所谓的赔偿 所以这也是引证到沈旭辉教授所说的 作为一个行政长官 即是这些地方官员 他的权力真的非常大 因为这件事其实就是承计了当年港督的权力 林郑月娥怎么也不肯封关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她是有权不用 因为在不请示北京的情况下 她依然是可以行使作为行政长官的权力 去实施这个全面封关 只不过林郑就是喜欢要请示北京 什么都要等到北京允许了以后 她才敢去做事 只不过现在摆在眼前 就有第599章 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 到底她会不会又去挪用 这个条款 然后定立一些规例出来 走去剥削或者证用别人的私有财产 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了 上次她就引用紧急法来定立 禁蒙面法 这次她会不会又濫用自己的权力呢 实情作为行政长官的权力 真的非常大 而且在目前的政治现实下 在现有的制度框架里面 根本上就不可以对于林郑有任何的权力制衡 比如说在立法会那里 保皇党就占有绝对的优势 任何的不信任动议 谴责动议都不能够通过 所以就造就了林郑一人独裁统治 这个局面 那些行会成员走出来发表意见 她立即禁止了她 比如说叶柳说要口罩限价 当然这是很低B的建议 但是林郑就出来说 口罩不会搞这些事的 不会限价的 好了 这个林郑才走出来说 迟些那些戏院就有机会要她暂时停业的了 林郑就立即走出来说 说香港是一个自由社会来的 就不可能叫那些戏院暂停营业的 就是根本上她不听行会成员说的东西 连自己委任的人说的东西都不听 包括她自己委任的那些专家 这个袁国勇教授 梁卓偉教授 都分别说过 说是可以全面封关的 她现在都不肯去做 所以根本上这个人 完全是专横拔护得不得了 经常在这里和香港人作对 揽炒也要 离大谱 难怪彭博评论 香港就已经有 这个失败国家的征兆 因为你特区政府管治无效 说一下关于黄之锋 他就真是厉害了 从美国那里就成功采购到十万个口罩 而且给多三四倍的价钱 才有航空公司愿意帮他付运 到底他入货以后将会怎么用呢 他就说部分口罩将会交由友好的民主派区议员 协助社区有需要的人士 尤其是基层清洁工人和长者 而其余的就会放在香港众志的网上商店那里 就以低于成本价来发售 大家就可以留意下他的网站 除了黄之锋以外 民间自救的力量真的非常之厉害 还有杜汶泽 他先后已经捐出了三万只口罩 其中一万只他就说捐到长康村 主要是针对独居长者和低收入人士 另外两万只他就分了两批 第一批就是联络了护士协会 就会给医护人员的家属 另一批就会送给一些长期的病患者 当然这些就是非常之有心 完全就是展现出在疫症期间 香港人互助有爱的精神 除了艺人和证界以外 企业也有向医馆局捐出口罩 新鸿基已经向医馆局捐赠了28万只口罩 只不过前段时间林郑就隔出来说过 说他们采购口罩就不是很成功 哎呀真是恭喜你啊 幸好你买不到 因为特区政府买到的口罩 就不会再留在自由市场那里 我说过的 他们每买一只口罩其实都是语民争利语民争货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那些医护人员有没有用 因为医护人员的口罩是由医馆局来采购的 政府买的口罩就进了政府物流处的仓库 就给那些纪律部队、警察、公务员来用 是不是呀 你不会给医馆局用的 你两个仓库来的 两个仓库来的 是不是呀 虽然你买不到是好事来的 何方你现在那些公务员都在家工作 洗鬼买这么多口罩 希望你买不到和被人截户 那些口罩就流回到自由市场那里 根本上全球口罩的产能就非常有限了 澳门人家拿钱出来买口罩就不同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买完之后 就会以一个便宜价 成本价买回给那些市民 所以人家不用抢口罩 你买这么多回去做什么 真是把鬼 所以你不用买这么多的 特区政府 不用整天走出来说 哎呀已经在採扣着了 你採扣着关我们的鬼事 你派些来用吗 你又说明不派了 不用说给我们 好像在演戏那样 不知所谓 最后就想说一下关于大陆那些医疗精英部队 就去了武汉那里支援 只不过有些医疗人员在微博上作出投诉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有一队来自江苏的精英医疗部队就说 他们人就去了武汉那里了 只不过 行李就被人扣起了 以及那些医疗物资又被人扣起了 他们就说 武汉又闹笑话了 江苏医疗队的行李丢了 几千人没水没饭 在机场那里 竟然用货车来运载医生和护士 全国各地的医疗队过去滞留机场 别说了 行李也没有了 物资也没有了 我们是去救人的 不是应该及时分配好吗 接着又说到了 在机场里扣了接近五个小时 和浙江医疗队一起住在宾馆 吃泡面和面包 车辆紧张都可以理解 但也不至于要安排江苏医疗队 从武汉机场坐火车去宾馆 行李也回来了 医疗物资竟然在机场被人抢 我们是来支援的不是来送命的 难怪上海医疗队被迫自带厨师和水电工 如果武汉政府和湖北政府这样的办事能力和态度 那之前新闻里头所发生的事情就不奇怪了 这些完全离谱了 别人去支援你 你还要把别人的物资来扣关 不知所谓 而且武汉市的红会已经闹出了很多丑闻 那些口罩物资 原来全都捐红会 红会说没有责任分发给当地医院 此外还有另一名医疗人员就在朋友圈那里猛声 他就说 你们有没有武汉当地的朋友 昨天华山医院的医护刚去到希尔顿酒店 他们带的防护物资包括卫生巾都被人偷了 要知道我们是去援助你们当地人 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卫生巾你知不知道这个时候对于女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连这东西你都偷 禽兽不如 伸到树叶都落了 到底是哪些人把这些物资扣起了呢 扣起了以后又拿去哪里呢 拿去贩卖还是怎样呢 不得而知 所以大家如果要捐款的话 就真的要想清想楚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